首先会大幅降低粤港澳的通讯万游费 便利港澳居民到内地创业就业 另外打造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最新是会构建丝绸之路的经济带 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用会一个重要的支撑区 会加强协调及积极回应港澳的社会关切 就这样看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现在开始在做大湾区的亮点 虽然大家觉得这些很口号式又或者信不过 但始终要做的 人家始终会扔钱去做的 你要想深一层 现在开始就滲大湾区出来 贸易战仍在打 之前我说贸易战打 大湾区不会出 那时候是5月的 现在开始去到8月中 等不及了 今年年底之前一定要推出来 现在是有一个初步框架 你作为香港人 想清楚 现在大湾区发生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 现在其实 整个地球 是有四个大湾区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讲香港澳门 就是广深 另外 美国有两个 日本也有一个 也是非常知名 三藩市也有大湾区 已经是经济的GDP等等 已经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你说 阿爷这次第一次做这个大湾区 会怎样做呢 我们纯粹用一个香港人的身份去想 如果你的 他说到 是有一个融会的 重要点在 你的概念 是好的 但你当你实行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够做一国两制的话 你是非常难走的 所以大湾区的消息会慢慢 一直走出来 还有一国两制的 Patrick Chan 你先不要不伤心 澳门股已经率先弹上来 比如说 其实之前银鱼 57元 我就当它是底 但他一穿了57元 其实就应该开盘 他立刻下到53元 但今天他出了这个消息之后 其实就应该是 买回澳门股 虽然他上一次的博彩收入 是做得比较差 也都担心 那些资金会去了不知哪里 顺带回你们1183 那个想法 我也是那句 七厘息的东西 我自己不怕持有 我不会在这些位置 我自己 持有了我就不会沽 但是 我已经和你们说了 短炒的人是要沽 其实刚才 今早最低 今早最低$1.06 对上一次最低 就是$1.08 就是他上市那天 因为上市那天 二月份 价格很差 但是一月不是见顶的 我们今年 一月33,484 对了 然后二月就是 金仔 和特朗普 一直在搞的时候 最低$1.08 我现在遇到他这里 就见了个小箱底 一直都会 持有 因为我想不到 大湾区还有哪一只 比他更加好 对了 我就 持有这只 又会收的东西 因为我不能够每一只都 那么进取 所以我就 就买这一只 大家自己考虑 但我是可以 例如说 你那些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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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